好 教育当然希望说可以打破贫富或者是阶级 不过是吗 我们看到东京大学有一份最新的调查 就是说他们的新生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 是来自东京或是关东的一些私立名校 2021年的调查 1500多名学生当中 他们的家庭年收入有超过一半破950万日元 也就是新台币大约198万 另外我们看到在美国长春藤的名校 同样说平均有6名学生就有一个人 他们的家庭是居全美收入排行最有钱的那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呢 没有钱的人是不是就不容易来念这些学校呢 甚至有哈佛教授直言说 长春等学校为什么没有低收入的学生 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 因为校友跟金主的子女录取更有利 其实这样的线上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发现 我们看到在南韩最近有一个争议 那就是有很多的医生超过6000人 他们来罢工 原因就是不满说政府宣布要让医学院的招生名额增加 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医生这样的职业是呛破头的 有很多家长甚至让小朋友在小学就开始朝这方面来补习 这是南韩首尔大志动一间补习班的课表 上课的是小学生 内容却是国中二年级的课程 这就是所谓的小学一大班 从小开始准备医科大学入学考试 大志动的补习学生说 小学一大班的课程几年前就开始兴起 像这样的小学一大班 也是有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随着南韩政府宣布 明年起增加2000名医学生名额 以补足一届人力需求 有分析认为 补习班的小学一大班 有机会在首尔以外地区盛行 全部都 앞으로的课程中的课程是 最主要的 那么我们的 서울 지역不不不 那韩家长望子成龙 从小栽培小孩当医生 主要就是因为医生社经地位高 薪资收入又丰厚 以2020年为基准 南韩医生年收入达到 19万2749美元 在OECD成员国当中排名第一 与十年前的2010年相比 激增了42% 国内 다른 업종과比较 医生的收入是压力的 国内医生 医生计划 医生与医生与医生与医生业 医生业企业 医生业通告 以2021年 综合所得税申报资料来看 南韩平均收入 排名前20的行业中 醫療行業就佔了16個 但醫大教授認為 假使人人都想當醫生 對於國家未來發展並不是好事 雖然想報考醫科的人多 在已開發國家中 南韓醫生數量與人口比例卻是最低 2022年的醫師比例為 每千人2.6名醫師 遠低於OECD成員國 每千人3.7名醫師的平均值 南韓政府討論許久 好不容易定案 擴招醫學院新生 從現行的3058人增加到5058人 增幅約65% 目標在2035年之前增加1萬名醫生 民調顯示 約76%的南韓民眾 支持醫學院擴招 但一屆批評 這將導致健保體系崩壞 強烈反對 南韓邁向超高齡化 若政府與醫界沒有取得共識增加人手 未來的醫療服務品質將深受考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觀眾朋友你有聽過 年輕金錢畸形症這樣的稱呼嗎 因為就美國調查說 年收入有一群人 他們明明已經超過17.5萬美元了 這是納稅人前10% 可是他們永遠覺得不夠用 所以就說他們這叫做金錢的畸形症 因為他們對於自身的財產認知和現實不符 所以都會導致他們在財務決定呢 可能會出現一些比較糟糕的情況了 那尤其呢是社群媒體可能就是元凶 因為他們可能會看了社群媒體之後 向往自由奢華的生活方式 導致他們和現實的生活脫節 我們就看到歷世代的社群媒體可行度啊 有一個調查顯示說呢 像是呢 YouTube 相對來說可能還比較高一些 可是FB 呢抖音都是相對排名是比較低的 所以也導致說很多的年輕人即便賺了再多錢 但永遠覺得不如自己的預期 好 那說到社群媒體呢 我們還可以看到 我現在有一個非常流行的名詞 叫做 FOMO 它的意思呢是說 有些人他們會錯過了一些事情 然後覺得因此有點焦慮的 所以要學習怎麼樣達到 JOMO 這個意思是指說 鼓勵他們活在當下享受錯過的樂趣 那要怎麼達到呢 我們就看到呢 2021年有一個實驗 是FB IG同時已經被癱瘓了好幾個小時 沒有想到人們反而是覺得更輕鬆快樂的 這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說你要培養 JOMO這樣的態度呢 就是要制定一些自我充電的計畫 主動的遠離社群 讓你的數位可以排毒 簡單來說就是把時間留給自己 而不是呢把時間留給別人 太在意別人的想法 好所以現在是不是鼓勵大家 盡量少用手機呢 我們就看到歐美呢 現在校園說是要禁止小朋友 帶手機進入到學校裡頭 不過台灣的教育部呢 並沒有明文的制定 要學校多多宣導 就是他平常是充iPad的充電車 但他會有一些空間 那他就可以兼用 類似我們講的所謂的養機廠 就是斑斑有平板的政策下 特別設立的充電箱 若課堂沒有使用 平板就會聚集在這 但他還衍生出另一個功能 成了學生手機的集中區域 也被稱為養機廠 以北市大加國小為例的話 如果要帶手機來學校 必須要先經過申請 並且說明緣由 而且一到學校 就要把手機放進這個充電箱裡面 等到放學才能夠領取 也就是在課堂期間 是完全禁止使用 因為老師必須管理全班的同學 那如果學生帶手機來 有做其他的用途 可能老師在管理上面 也會比較有困難 二方面學生因為有手機 可能在學習上面 也會比較分型 雖然申請帶手機入校的比例 不到一成 每班大約五位以內 但是連國小都要開始約束 手機在校園內的規範 就是因為手機擁有者的年齡層 不斷往下降 根據兒福聯盟2019年的統計 平均10.1歲就會拿到第一支手機 接著經歷疫情 更仰賴線上學習 聯盟預估兒上有手機的普及率 會更提升 隨時會就想要看手機 看社群看動態 所以這種所謂的FOMO的現象 也就會導致孩子常常處在一種焦慮 不安 幾個同學架住另外一個同學 去偷拍他的私密處 或者說把他的褲子脫下來 我們發現這個情況在校園當中 這種基於一個性的惡作劇 然後透過手機平台這樣的影片的轉發 或是群組的轉發 導致一種所謂的網路霸凝的情況 這個也是在我們的國中小校園滿常看見的 在國小這個階段 其實孩子的自製力是正在培養的 那對他們來說 其實手機是一個非常有高度誘惑力的一個玩具 他們的觀念或者說態度還未必很成熟 所以帶來學校也有可能會有些不必要的糾紛 上課時偷偷用手機 不但學生注意力不集中也更沉迷 甚至校園內偷拍同學照片影片 上傳社群媒體 這種衍生出更多爭議的事件不斷上演 手機管理成為校方課題 根據108年教育部所頒布的高級中等以下校園 行動載具使用原則 除了老師引導學習或緊急必要聯繫 其餘時間需要關機 學生若使用於學習無關的活動 應於以必要管理 簡單來說並無完全禁止帶手機入校 但看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份報告指出 過度使用手機會導致教育成績下滑 對於兒童情緒穩定性產生負面影響 顯示數位科技與學生成績之間存在負相關 法國早在2018年就已經禁止中小學學生在校園內用手機 美國佛羅里達州在7月通過法律要求全州公立學校禁止學生在課堂間使用手機 隨後英國在10月宣布建議學校禁止使用手機 荷蘭則是預計在2024年跟進實施手機禁令 學校的師生之間怎麼去共同約定一個上網的安全守則 譬如說在學校老師可以帶你班上同學一起來討論 透過班會的方式來討論我們怎麼定一個全班上網的公約 包括上網的時間 什麼時候可以拿手機出來 很多的事情我們直接做禁止其實沒有什麼效益 那禁止到最後就是我就是想用嘛 那所以最後他來跟你玩捉迷藏 並不見得一定要去主張禁止帶到學校 但是帶到學校之後什麼時候如何使用 以及使用手機的一些基本的一個規範 手機不單單只是聯繫 有時還能變身成學習工具 專家認為手機禁校園根本擋不住 訓練網路素養媒體試讀 培養用手機的正確時間性 從小扎根或許更為重要 TVBS新聞李恩智 陳建民 周圈宣傳台會報道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